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边有个习服的场所 已经社区从我们政府102年开始 在这个自主防灾的部分开始就已经深入社区 从社区这边开始来发展 那107年就开始透过我们宜蘭大学 这边的一起来指导跟策划一些活动 跟模拟一些等等的救灾的演练等等 所以我们从221个贫贱社区能够脱颖而出 是真的不容易 我们也要替我们的指挥官 感到骄傲跟光荣 连续三年得到贾等 宜蘭县有三个社区 我们就包括我们自己北京社区之一 所以真的是不容易也开心 那当然站在市长一定会全力的支持 而且特别来颁发奖励金 跟我们的奖状给我们的北京社区 那我也期许在未来 因为极端气候的演变 有时候在防汛台风期 有很强大的 让大家都防不胜防 所以也透过我们社区自主的部分 能够减少灾害的损失 而且我们要做到自助人助减少灾害 这个是最重要的重点 那也谢谢大家志工伙伴 在我们的指挥官的带领之下 能够让我们的北京社区自主防灾 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 那包括上个月吧 应该是上个月吧 我们也有做 我们跟在这边做评鉴 算评鉴 演练得非常非常的成功 大家都很坚定 实际的演练跟采摩 大家都很打拼 尤其是我们社区法典学院 理事长吴义宾 跟我们所有的志工 跟我们所有的演练人员 那天都要大家演练得很必争 所以可以说平常是 我们就很打拼做自主防灾的准备 所以也不怕我们的台风或是强降雨等等 我们平常是 都已经做到非常非常好 那也希望这些极端的气候不要到来 这样子才不会造成我们 所有的人民的财产生命安全 谢谢 那法典一定是最合作的这个社区 你老师 带来要奉用 政客 我们这位官府这位官 给大家 本年本年 才有这么好的情景 我刚才给大家报告 说我自己高兴 麻烦 学会这么好的情景 三年都大变了 大变了 我们在市长的支持之下 我们明年后年有更好的成绩 呈现给我们宜蘭市民 很感谢我们整个宜蘭市大家的重视 自主防灾社区不容易 我觉得刚刚主席讲到一件事情很重要 大家都是志工 我们这个志工团队 为了我们的家园 所以我们成立了自主防灾社区 我们希望 我们在大家合作的努力下 在这种气候变迁 忽然的豪雨 不是只有台风 豪雨 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灾害减少到最少 而且我们可以跟公所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 伙伴的关系 让我们的社区能够更安全 好 北京自主防灾队赞不赞? 赞! 棒不棒? 棒! 自主防灾 政府社区其心守护民赞!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